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視頻,我是旺好奇 經常說好了雙巴亡了藤 其實最大件事應該是雙巴躺血不著緊 新冠肺炎爆到七彩,社區大爆發危在單直 在風頭火勢之下,部分市民仍然罔顧公眾衛生 這樣搞法和自殺有什麼分別呢? 有團體近日巡查旺角南、旺角東等五個地區 合共112棟大廈和屋苑 結果發現社區最少有五大衛生危機 包括近兩城住宅大廈有口罩亂丟的情況 超過四城大廈分渠有秀職 加上八城大廈改裝成劏房 分渠加裝置五至六個分支 收集各個劏房的排泄物 導致原本分渠流量增加 大大加劇爆渠的風險 所以說大家都是中國人 不用分得那麼小 帕陽先生在醜陋的中國人裏提到 其中一個台灣特有的偉大發明 就是每個家門口必備的臭鞋大陣 只要自己家一層不染 離得公眾場所多麼壯亂 只要自己舒服 其他人就算在臭鞋大陣中氣絕失望 都毫不動心 香港的獨罩大陣 心態其實愈出一切 居民不想將尖有外奸細菌或病毒的口罩戴回家 於是將用過的口罩 亂丟在樓梯或公眾地方 其他人就算在獨罩大陣中氣絕身亡 都毫不動心 沒錯 特衰政府班廢柴高官 死都不肯效法澳門和台灣 實行口罩實名制 確保每個市民都有口罩用 在採購口罩方面 更加講就凶狠 做就無能 累到全港慰罩辛苦慰罩亡 全體高官理應提頭來見 但就算有口罩而無功德 一樣死得人多 真是想都不明白 清潔運動搞了幾十年 用凌厲的眼神嚇你又試過 用Cuty的公仔哄你又試過 結果是怎樣 不一樣 就算17年前SARS一役 付出沉重生命代價 就算衛生黑點裝上天眼 為何一樣震不醒部分人的神經 阿寶就說得對 人類總要重複同樣的錯誤 香港是這樣 14億中國同胞更加是這樣 話說內地當局日前重申 全國禁止野生動物交易 公安部更加明確嚴打濫捕 以及交易野生動物 不過老規矩 不法商人只要有錢賺 連老爸姓什麼都懶理 廣東省和湖北省等地 商界結法有人頂風作案 黑心雙人偷藏竹鼠 山雞、蛇等野生動物出售 最離譜的是 在廣州增城有野美雙人 懷疑大量收購和轉售各種受保護野生動物 連長頸鹿都可以賣 雖然多次被舉報 但仍然能繼續經營 辦證陸路以致空運一條龍服務 連看守所都使命必達 你說背後沒有官方的保護傘罩主 三歲小孩都不信 在北京近日網上瘋傳一段影片 就說指紋無視禁令 無戴口罩闢塞着局 警員接報到場 隨手拿起鐵錘露劈麻雀台 帶有當年林則除虎門燒煙的氣概 當局取替買賣野美漏集有一半決心 就不用搞成今天這樣 有人說14億中國人是一切野生動物的天敵 誰物種不幸被看中 誰就沒有運行 中國人為了滿足藥用需求 穿山甲即時淪為世界上走私最多的暴雨類動物 而且面臨絕種危機 幾年前生蠔泛濫丹麥海岸影響生態平衡 丹麥駐華大使邀請中國人到丹麥吃生蠔 中國人揚威國際 連老外都亡風敗伏 那裡有壓迫那裡就有反抗 背著向天佳可吃的人類 以為自己高高在上能夠主宰眾生 明明蝙蝠已經買了人類怕 不單止進化到奇醜無比 還要咒服夜出 避得就避 身上更加帶有新冠肺炎 伊波拉等百多種病毒 人們鞋都要吃 卻之病從口入 還累全世界 難道這些就是所謂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